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玩 現在開始來上講 大家請來 起立 走勒 大家請坐 大家早上 我叫三次 我們父母從小函開始生出來 這個人可能是 生一次非常痛苦 非常困難 所以就叫我三次 一般人說這三次要怎麼三次 三次 三次就很太念 所以我就跟他說 一次 兩次 三次 所以三次 如果是說第一次 對我無所謂 沒關係 第二次 再給我叫一次 第三次 你又知道 我名字叫三次 今天非常 高興 住在地 有很多地方 來到這裡 尤其是今天是風台天 風台天可以 努力用心來到這裡 我們有一個目標 最主要的是為了我們的行進 為了我們的台灣的改革 所以 我們一定用心 一個人看到聽到台北風台的時候 就不敢一敗 不敢來上課 所以獨特 在座是非常勇敢的 我們自己來鼓勵 我們自己好嗎 台灣有你們這種的個性 有你們這種的信心 絕對是有成功的 台灣民政府 讓我們有這種的 驅使 叫我們所有的台灣人了解 這條路 沒有其他的路 這條路 法理論述 其實獨特 為了這條路而已 所以我們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去 了解我們自己 很多事情 以前 我們可能為了人 努力打拚 為了台灣 經常努力打拚 但是搞不好 又誰都回來 像我 早期也是一樣 為了民進黨 台連黨 建國黨 搞不好呢 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也是覺得奇怪 我們努力的結果 為什麼搞不好 也站在那裡 都沒有結果 我們不知道 原來還有法理論述 以前都沒有 都是用感情 你沒有用心 你沒有打拚不行 大家都在那裡 出錢出錢 都是看到 我們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都有這種的願望 為了我們自己的 管理為自己 台灣受到 這個流氓政府的 補足 很多的分開 不然還有一天 可以將這個流氓政府 掛出來 這種的屬性跟這種的循環 所以大家都在找一條路 是不是可以 我們努力一個改革 我們監隔的台灣 所以今天的一個題目就是 就是說一條明路 曾經有一個人說 好 你一條明路 我就來用一盞燈給你拚 這樣好啊 明路也是 明路跟一盞燈 都是一樣的意思 像我們在海軍 我們做海軍的是 前 要有一個目標 是什麼目標 燈塔 對嗎 燈塔是一種指引 讓你有一個方向 我們比較不會 觸交 是不是 有這個目標 我們就要努力 向那邊走 不可以懷疑 我們台灣人 很懷疑 人家說這條路是非常好的路 你說 會騙人的 方便覺得說 是對的 說價格的 很多思維跟邏輯 只是很怪 可能是我們回去 受到中國 留望政府的教育 那些特殊 都沉入我們的腦 所以我們的邏輯跟 思維 都是中國的思維 這種是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 我看中 我准小孩開始 我是鴨鴨做 看皮膚就知道 黑肉 鴨鴨鴨 我准小孩的時候 我跟我們鴨鴨 去趴蠟 去山頂 山頂你要一山 兩山 一粒 三粒 後邊還有很高 但是你看到 改成很近 走路都要差不多一天以上 我們一般是這樣 家裡要趴蠟是三天 走路一天到 我們的目的的地方 我們就開始 大寮 大寮 在那後 就開始 起火 萬一到晚這麼冷 是要怎樣 這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做到的是 我小時候 那時候是幾歲 走路還是沒什麼 兩年而已 二年而已 我的偶像就帶我去 我帶我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看我們偶像非常緊張 為什麼 路走錯了 結果 在那裡走路 我是不知道 我是說 對他們後面走就好了 但是我看我們爸爸 是開始緊張起來 我說是怎樣爸爸 他也沒跟我說 是他迷路 他沒跟我說 但是他就走到那裡 走到那裡 越來越緊張 但是我爸爸也是說 來 在那裡走 在那裡走 我也是聽話而已 但是到那裡 我發覺一件事 一件事 是說 我們偶像為什麼 一直會 從山頂上 走去 我爸爸 是怎樣 我們這裡沒路 是怎樣 我們一直要去 經關 到那裡我爸爸看到我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沒有辦法 爸爸找沒路了 這樣 欸 那時候他說 變成我們水水人是小寒 我變成鼓勵 我爸爸 沒關係 我不會累 來 你走 他在走 我爸爸走到山頂 最山頂叫什麼 叫什麼 他叫 什麼 林 林 林縣 他叫林縣 我們到林縣的時候 視野就很看 就知道說 原來我們是由那邊走的 黑道總統都說 我們知道要怎麼走 由林縣走下去 就找到我自己原來的路 所以我們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台灣很多事情 我們遇到的時候 我們沒有用頭髮來去宿航 我們都是用感情 我們早上說的 都是用感情 所以你走 越走越變成怎樣 越模糊 沒辦法走出來 你就開始緊張了 但是你冷靜後 然後是 裡面有一個事情 跟你說 說 沒有 你就一定要找到 我們一邊走 你就能找到一條路 今天來到這裡 我的感想 今天非常感謝 必須長 經過過程 有這種地位 了解 法國戰爭法 他是專家 了解後 他覺得 不錯喔 台灣的主管 跟他獨特 一定要 了解 這種法理的論述 整個才明白 原來 這條路 才會救台灣 所以 這樣 過程過過程了 他就堅持 說 為台灣奉獻 但是 我說 他說 進行 他是經過 整個環境 造成他 必須 能夠 將他自己 完全奉獻給台灣 他有了這樣的動機 跟想法 所以 我們才有今天 我們今天比較有辦法 騎在這裡 我相信 你說 尤其是我們 高雄酒的 要走這條路 不簡單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以前的俗課 我們以前的教育 讓我們的腳步 越來越慢 讓我們越走越疲勒 越走越冷 原因就是 我們相信 要做迷路 迷路 沒有清楚的方向 今天 我說說 一條迷路 我們怎麼去看 一條迷路 本土台灣人 一直在迷路的 這個狀態中 他都不知道 他都沒感覺 他在那裡徘徊 他也沒感覺 改成這條路就是對了 他對他自己 這一條路的認識 是完全不平主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裡看見 本土台灣人 一直迷路的狀態中 他不知道 這一條路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像我們 古山祖的祖先 他有相當的智慧 知道這一條路 要往哪裡去 在七年前 我們就是大家的兄弟 有四個兄弟 去齊蘭山最高的地方 打雷 各位 本來就是 晚上去 我們打雷都是 半個打雷 打什麼 飛鼠 跟 三千 三千 要怎麼說 三千 要怎麼說 三千 喔 三千 打雷都是晚上 沒有 剛才剛才 對著鳳胎跟今天一樣 對著鳳胎後 非常強 因為要出發之前 沒有跟他們說 沒有新聞報導 所以到最後 他走到上面 槍都倒了 要倒回來的時候 沒辦法 料憑他的感覺說 啊 我們下去到 那就是什麼 山腳那裡的水 就知道 掛底的時候 就知道 這個水是向哪裡去 結果 那邊的山 齊蘭山跟 烏賴中間的山 都是小山丘 這小山丘 看起來都一樣喔 怎麼走的都一樣喔 所以我們烏賴賴 去到 後來 咦? 還有雪倒回來 分三千 三千 那邊那 又倒回來 也是倒回來 我們來的地方 他們就開始緊張了 連鎖 失蹤了六天 六天 沒空吃 沒水 剛才遇到 湯胎 大水 那茄水 水大起來 很大 結果 他們大家都 都流出 流出 流出 好教授 有一個笑話 把他們葬起來 那個人 我們接到 訊息的時候 我為高雄 有一個大 第二弟弟 為日本 他也是剛才來 那裡睡 我們兩個人 睡開 我是為北 他是為南 這樣 所以說 看到到這裡的時候 到最後 他好教授 早期阿公跟他講 我們如果遇到這個事情 第一點 我們要去思考 沒空吃的時候 要吃什麼 山上的東西 阿美族很厲害 阿美族你把它放在那裡 都不會死 結果 有些 改成 掌聲 那種 黑黑的 那種 那種 如果要做 我們做火 都會有那種 那種 像什麼 像什麼 對 現在是那個心 測 測那個心 來吃 測那個心 測那個心 才吃 但是很冷 你一禮拜都 沒有水 沒有水 連山這樣來 到最後 大家都 變成脫水 你知道嗎 但是脫水是 因為一邊 浮水是 晚上可以吃 太冷了 沒有火了 以前的 我們第六 就是 不是說 將那種 牆裡面的 打開了 用磨的 或是 稍微看 稍微燙 因為所有的 草都是 蛋的 但經過第四天 的時候 比較蓋火 比較蓋火 所以 有兩個人 差不多 沒多久 就要回去了 合格仔 蓋火之後 運動就起來 但是 它經過 水庫 洗漢的時候 我剛才跟他們說 跟他們說的 他就要用 體肥 來了解 不會怎麼 達到這種苦難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智慧 在山中迷路 像高沙主委 祖先跟他們說的 我們今天 也是一樣 我們今天 台灣的主管 就是 必須中 法國 法理論述 是獨特一條路而已 我們要用心去思考 了解 不可以用感情 不可以用以前早期 來支持民進黨 支持 台南黨跟 建國黨的方法 我們現在是 必須有你說 我們是甚麼 我們是政府 我們敢是黨 我們是黨的人去唱 不是 這樣我們是甚麼 比較大聲說 我們是政府 所以我們是政府 絕對不可以用感情去思考 一定要走回來 在法律的論述 了解台灣主管的問題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最主要就是 要用心了解 台灣主管的問題 所以比較要學習 比較要做未來 要接台灣的政府官 經過這種訓練 所以今天是我們的時間 今天是我們的機會 一定要用心來考 很多人 我們的工師 也很會說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是 我們一定要用 我們自己的 頭腦去思考 我們所說的事情 是不是對 所以我們說 要需要智慧 但是 體育而已 不夠 一定要有甚麼 我們還要有耐力 要有耐力 也要有毅力 去尋找 這個熱誠 像是我們今天會來到這裡 風台天 有人說風台天 火焰也不可以 但是看到你們的熱情 你們的耐力 理智慧說 來到這裡一定會 得到很少的 歧視 是很少的地匯 所以你不怕外面的風 你都來到這裡 這是給我們非常感動的地方 所以今天開幕致辭 我也是 我們的潘副主席 有在說 你們是非常勇敢的一匹人 我相信 台灣人有你們這種 有用心 有耐力 而且有熱誠 有毅力去尋找 我相信絕對是會成功的 但是這樣 我們再來就是 我們必須要有看見 今天我們沒有遠見 我們沒有看 我們不看清楚 我們會失去了 那個明燈 那個路況 我們會有一種迷惑 我們可能因此 會迷失 會失去了 我們的方向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看見 這個看見是從法理上 你必須要讀什麼書呢 哎呀 你有看見嗎 喔 不錯耶 我們這個 阿泰祖 阿泰祖 你看完了嗎 阿泰祖 還沒有看完 我說阿泰祖 就是阿美祖跟台灣祖的結合 我是被淘汰祖 阿泰祖 阿泰祖是北南祖 上面就是台南祖 叫做被淘汰祖 所以用心了解法理論輸料 我們就知道說 啊 對 自己的努力都不對 我們今天 了解新台灣論 那就是一條明路 一條明路 你用心從頭到尾裡看到的時候 你經過看見 萬國公法 國際法 戰爭法 究竟我們合約 都在裡面 讓我們了解 原來這條路 就是了解台灣主管的 非常好的這條路 所以今天有那個 有買到那個 新台灣論文去唱 我跟他講 我們走這條路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新台灣人都在旁邊 這就是我們自己 要走這條路 一定要用心去經營 你如果沒有用心去經營 你沒有了解 我跟他講 你不知道要走到一半的事 你就沒力了 沒耐心 就說你年輕也一樣 因為你沒有目標 沒有明路 指引你往前走 以後因此 你就會腳部和手 你腳部走不走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清楚的看見 但是最莫聊 我們還需要堅持 堅持 來到今天 現在是 第65 第65期 為頭到背 到今天為止 我們看到必須對的堅持 今天沒有一個人的堅持 我們今天不可能做到這裡 不可能 我們先去前幾天 九月前四、四、五 美國什麼 DC記者會 華府的記者會 今天在那裡完成了記者會之後 我們就提到什麼 我們就提到 今天這幾個月 外地可以申請 我們的理行證 就是有這個人堅持 為第一期到現在 為早期了解的 台灣的主管 一定要控告美國政府到現在 外面 要做一個洪洪漠漠漠漠漠 他們都沒有去聽 他們都堅持 這條路 是確實可以救台灣人的 所以必須只有今天 沒有這種堅持 我們不可能坐在這裏 和尚進辦 不可能坐在這裏 了解台灣 整個的主管 所以我們要有堅持 有地匯以外 要有耐心 還要有毅力 去尋找 主動去尋找 我們沒關係 我們要用心去找 我們的努力去找 我們需要經過法理的論述 去看 了解 去搭 再來配合 我們來堅持 這樣我們才知道 我們這條路 真的 是對我們 是非常大的幫忙 所以我們在這裏 要給自己 請給我一條活路 這句 這句話就是 我們台東 台東有一個 所在 美麗灣 要去台東的人去唱 美麗灣有去過 有過的經過沒有 剛才那裏 馬蘭和剛才那裏 那裏 那裏有一個 建一個很漂亮的飯店 對不對 很漂亮的飯店 很多人說 建一個很漂亮的飯店 可以讓我們 躺在那裏 那裏有工作人家做 結果 蓋了那裏 那裏人 找不到工作 但是 有幾個 利用 在地的人 說 我躺在這裏 三十幾年 有的人說 我躺在這裏 幾十年 利用那裏 剛才那裏的人 說 我是當地人 他們去那裏是不錯的 他們去那裏做成本 有一個工作的機會 都是給這裏的理由 所以 給財團 拿別人的工作機會 當著自己 違法籌碼 這樣的對嗎 你們現在要說 那裏都是財團 它是違法這些 現在 民主黨有在說 我們整個台灣的財團 像我們東埔那裏也是一樣 都去很多間飯店對不對 那飯店 那山 那個土地 都是國友的 都是國三層的 但是它是財團 它是有錢 有辦法處理整個的事 它是違法取得 你知道嗎 它違法取得 但是它的借口是怎樣 我現在要找工作給你 我蓋一個飯店在這裡 讓你們都有工作 你就要支持我們 利用這種方法來欺騙 利用這種方法來取得 違法的土地 所以呢 他們 用少 就是說 他們實在用這個苦肉劑來欺騙大眾 雖然我們很同情 他們事業沒有工作 很多人 利用這種方法 上面的步驟有你說 你說 他起來說的是經理 經理說 你看 我們 99% 的人都會來這裡上班 到沒有經過環保學會 去查的結果 不99% 15%也不夠 那都是外面來的 人來這裡上班 他說 我們這裡是 65的人 只有 這層是 350幾個 都是專門在欺騙人 所以 美麗花到現在 美麗灣到現在 沒辦法開張 就是 很多人了解 這漂亮的地方 美麗的土地 結果是財團來欺騙 財團裡面 都有一個國民黨的 流行政府 去那些財務 來操作 很多地方 我們民黨在那裡 那是什麼 那是飯店也是一樣 是不是最漂亮的地方 那土地也是違法取得 所以這些地方 都是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 今天 我們來看看 我們看看 美麗灣的地方 是不是蓋在那裡 是不是很漂亮 這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 自然景觀 和海灘 我們去那裡 七頭的人 去那裡 受水 都很好 結果 蓋起來之後 這邊這裡 做成 什麼 那個 那個 山 就流失了 流失了 後面這些 水族人 撈出來 就變成 撈起來了 儘管水園 看起來是很漂亮 它造成這些 造成許多的汙染 但是財團 它是有錢 沒有人 有辦法 連管政府 管長也說 好 那不錯 做過的人 說 那是要造成 今天 在做 住那些人 有工作 有工作的機會 對 但是 經過 環評 評估結果 這是破壞 自然景觀 那裡 水的地方 但是 主要是說 違法的地方 黃 是不當的手段 去取得 這是破片 流氓政府 所做的行為 所做的行為 它強奪 自然資源 成為私有 我們所有的地方 都是一樣 你看 苗栗的政府 那種阿爸 那種八社看 不是人 無欲 對不對 無欲 他的慘 他的手 這樣搖搖搖搖搖搖 是一個行政命令而已 就讓八社這樣通告 這回這兩天 不是有一個 需要房的老闆 朱珊 你看現在的政府 有沒有把人當成人看 有沒有 所以那個 不怪這 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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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當人看 我還教育你 那種的邏輯 那種的俗課 根本 都不像我們台灣 本土台灣人 看得 我們看成人 所以 他這個行為 是非常 遏止的 自然的資源 是台灣非常漂亮的地方 他成了私有 變成有一個人的 有管理的人 在告訴他們 當地的人說 我來給你們工作機會 用這種的方法 欺騙 取得 當地人的認同 所以 流亡政府 與財團的掛鉤 這是一種現象 所有的地方 都是這種現象 所以 台東 這個 在海岸 東海岸這邊 少有大 這種的面積 是很少的 這麼漂亮的地方 也很少 阿美族這邊 叫什麼呢 福大福大 福大福大 福大大区 這種的名字是 很漂亮 住人的地方 所以既然是美麗的沙灘 然而 不當的開發 造成什麼 垃圾 氣候就變遷了 過度的 這個 撈雨 過度 這個雨撈 等嚴重的危害 海洋的生態 你知道嗎 海境那邊 裡面 有很多自然的魚類嗎 它現在去到 水泥 流水 廢棄物 造成那裡的魚 都死了 是破壞很大 嚴重的破壞 所以我們要體會 人生 除了一個名路以外 我們也知道 人生的方向 我們也常常 但我們 爸爸媽媽 有很多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很難得 去聽爸爸媽媽的話 尤其是我們少年 媽媽叫你做什麼 你說阿嬤不在乎 叫你買什麼 都不在乎 但是後面 那個美麗 你看他媽媽 你看 我敢是這樣 你敢是這樣 你媽媽說是 敢是這樣 少年人很多時候 當爸爸媽媽在的時候 很少去聽爸爸媽媽的話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愛爸爸媽媽對不對 我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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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台廳 男朋友第一 你知道嗎 烤肉第一 你知道嗎 他現在一句話 放著就跑了 這都是年輕人的特質 年輕人的特質 但是我們也要知道 我們錯失 享受 擁有 母親在的時刻 我們 媽媽在開館的時候 我們就在宿舍了 媽 當年 你在的時候 你 我沒有說媽媽我愛你 當媽媽不在的時候 你才會想到 媽媽在的時候 你就嫌他爐嗦 很 很 不然說 很爐嗦的媽媽 少年人都是這樣 當媽媽離婚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媽媽的好處 我們失去了 錯失了 我沒有 卻不懂得 陪 陪我們媽媽 陪我們媽媽 而且只不斷地 把人家瑣碎的事情 但是說 我媽很窄 很露燒 很不敢 叫我 叫我做這個 很煩 少年人對這種的感覺 都是這樣 所以呢 不曾好好的 在當下 彼此的分享 他在的時刻 人都是這種的狀況 我們同樣的 我們今天來到家 我們都稱為什麼 我們彼此都稱什麼 真正的認為是同心的起手 真的嗎 嘴巴說同心 但是為了一件事情 不合一的話呢 就同心嗎 同心要怎麼樣 合一 叫做同心合一 才是完全的同心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樣的 彼此 彼此來扶持 彼此來怎麼樣 扶持跟照顧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我們了解 法理路是唯一的路 但是你必須要 彼此相愛 為著愛台灣 為著愛本土台灣 為著愛台灣民政府 我們不要再斤斤計假 我們必須放棄我們的私情 我們必須回到法理的論述 共同扶持 共同美麗 勉勵 為了什麼 為了取得 在短時間 整整的時間 將這個流氓政府掛出來 這是我們的目標 對不對 我們必須這樣的看見 我們沒有這樣的看見 少年耶 這樣的你看 我們少年在這裡 你敢不敢結婚 帥哥 敢不敢娶太太 為什麼 大聲講 沒錢 一個月22K的 要娶婆就怕怕了 那我們的博士班的 那個什麼 現在是在準備要進入 那個研究所的 是你啦 你敢嫁人嗎 有能力給他鼓勵一下 我絕對賺很多錢啦 對不對 但是外面有很多博士 也有25K 最高給你3K 3K 住一個房子 好 你娶太太了 養太太 還要租房子 我跟你講 感情從那時候開始去破裂了 為什麼 收入已經那麼低 那我們高三民主是怎麼樣 三高一低 對不對 知道三高一低嗎 一低是收入低 消費高 我們跟瓦斯 我們整個一堂多少 一堂多少 八百 八百 我們到五山那裡多少 買一千 我們一斤 現在一斤多少 一斤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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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多 我們還要收入呢 不用錢 去打垃圾就不用錢啦 你如果是在瓦斯 沒有打垃圾 你也是一樣要出錢 所以都不用說 我們收入是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我們消費很高 公不公平 不公平 是不是 看北 要求車 要騎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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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種生態 造成我們許多許多不公平的待遇出現了 同樣的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必須要用 拋開我們的情感 重新的回來 好好的來看看 情感造成我們許多的模糊 情感造成我們許多的不清楚 我們必須放下以前認為是好的 我們才能夠清楚明白 台灣的主權必須是回到法律的論述 所以呢 用情感 有說不出特殊性 你看情感會模糊 像是說 我們今天是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是 高級主管 都是政務官 當有一天 你聽到有出事 你是很公正 正義的 但是這個 發生這些事情是你們哥哥的事 你要怎麼處理 因為你跟你哥哥是不是有情感的 聯誼 但是你在判斷的時候 會不會受到情感影響 他不是你哥哥的話 你會很正確的去判斷 要處置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情感嘛 所以情感之間有一個模糊的帶狀 叫做矛盾 當你矛盾的時候 你就處理事情上可能會有偏差 我們必須弄清楚 我們總是用矛盾的標準來行事來對待 這就是很容易造出我們許多的困擾 我們對台灣的認識也一樣的 不能用情感 因為用情感我們會模糊方向 如果我們在批判流氓政府的時候 你可能是國民黨的 你說 你為什麼拒負我們 很多的我們國三族 但這個旗子起立 是說 難道中國民國沒有交易你們嗎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子 為種的感覺 因為它是處在一個情感的裡面 所以現在很多人反對我們 就是現在民進黨 台獨的 他說你們這是怎樣怎樣 攻擊我們 因為那些人都在情感的包袱裡面 所以本土台灣人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要解決台灣的主管 必須回到法理的論述 絕對不能帶有太多太多的情感 這樣你絕對是會很痛苦的 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會用這個矛盾的這個標準來形式 來對待 所以你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明明知道要必須要用腦來去思考 事情臨到頭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用心來主導 思考清楚分辨對與錯 更能夠用你的思維 了解從法理的論述來解決台灣的問題 不需要模糊 法理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根據萬國公法 究竟在合約 戰爭法 凸顯台灣主權必須只有這一條路 那你在用感情的時候 它會讓它模糊 產生了矛盾 我們必須拋開這些 回到這一個來主導 要不然你會去盲撞 去模糊 你的路越來越無 越來越無 沒有辦法 達到你的目標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說 勇敢說出我是本土台灣人 你敢不敢 真的喔 他說敢 你還在那邊思考 你站起來好不好 向那個小孩說 小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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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本土台灣人 那有夠開嗎? 不夠啦 不夠對不對 年輕人 你說的 不是你說的 來 不夠我們站起來 向全世界跟他講 來 起來 駕頭在那 向駕頭來 你後面也來駕頭那邊 讓你看一下 好來 預備 三拜 預備 七 我是本土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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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這麼多 聽到你這句話 我會覺得說 我們台灣民進府有夢 因為你的大聲 跟人和一個人說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是本土台灣人 不用去懷疑 帥哥 你感受 懷疑 你感受 來來 你大聲說 你起來大聲說 你感受 你感受 是喔 好 掌聲鼓勵 這個 我們必須要明確 讓我們老頂 老頂 老頂的人 知道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有這個 我們有這種的堅持 我們有這種看法 我們有這種的時刻 我們可以用 一定的時間 我們將流毛政府掛出單 我們什麼 台灣 對不對 這樣未來都是我們自己 可以創造最漂亮最好的環境 這是我們的心 這是我們的心 這是我們的恩 因為我們的驚驚順順 未來的幸福 都要確定 要確定 我們的努力 我們有一個目標 我們有一個法律 讓我們有這條路 走出我們自己的台灣路 台灣的路 這樣來我們的驚順 絕對是會幸福的 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去了解的 今天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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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需要的 不是像糊塗的勇敢 當我們了解 了解這條路 需要 要努力打拼的時候 外面的 風風風風的聲 做聲 讓我們走起來 但是我們要勇敢 勇敢站起來 但勇敢站起來 不是像勇敢 就能解決事情 但是勇敢也是要勇敢 勇敢站起來 我曾經看到我們 有用勇敢去唱 智慧信徒有用勇敢 你看我們最漂亮的 總會長 婦女會總會長 他怕手 他最漂亮 他現在用勇敢 你看看 他現在是 我現在說 他是十八歲而已 十八歲的美女 勇敢是最好的 對不對 但是 我只看見所有的少年人 用勇敢是兩句而已 只有兩句兩句兩句這樣而已 沒有其他的 我們必須要思考 我們必須要詮釋 因為我們走這條路 你如果不詮釋 你就沒有辦法征服 你就沒有辦法團 在一起 因為很多人 法理論述 會想要 都變成這樣 會驕傲起來 你知道嗎 很自然的喔 這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們必須在勇敢中 要學習 謙卑 所謂的謙卑 不是要 自己在 任何一件事上 要自己都去能夠解決 能夠辦理 或許說我這個委屈求全 而我們都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我們都必須在愛裡 我們是不是在共同愛台灣民政府的愛裡 相聚在一起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有愛台灣民政府的愛 所以今天我們才有機會彼此在這裡 來上課 對不對 所以這個原則 這個基礎 我們絕對不能忘掉 今天等有一天 你決定要做什麼什麼關係 那起初的愛就是去了 那分爭就開始了 計較就開始了 不服就開始了 非常可怕的 這些團體都是這樣 沒有百黨一黨就開始分散了 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因為大家都愛台灣民政府的關係 都積極在一起 是因為愛的關係 才彼此的連結 一定要記得 我們既然失去了七處的愛的時候 自己可能會犯錯 我們可能會看錯 因為你失去了 你只有看錯的時候 你就看到 那個人為什麼對我這樣子 那個時候為什麼比我更強 那個人會這樣 這樣的時候 這個團隊就開始分裂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地方 一直沒有辦法展延出去 因為是人的因素 他擁有這個內容 但是他沒有愛的連續 所以我在高雄常講說 我們在愛裡彼此什麼 扶持 我們在愛裡彼此 彼此見照 我們同樣是愛台灣民政府的愛 我們說到現在是我們要了解 我們這個是我們的根基 我們根基 若是失去了 你再是博士 也一樣的會流失的 知識沒有辦法凝聚所有的人 唯有這知識必須掛在愛的裡面 才能夠使團隊更強 我們今天若是分散了 我們現在的團隊 若是說沒有集中力量 我們 會在一個環境中完全失散 所以 五到兩年 五到三年 結果我們發生四月二五的事 你有聽到嗎 本來要成功了對不對 結果怎麼樣 祖書 智力 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將台灣這幾千的人 就捕下去了 造成華府事件 造成在那裡我們五六個月 五六個月待會很痛苦 是不是這樣 福家在 九月切實節後 我們再去一處 非常成功 這樣來我們就笑咪咪了 所以我們很多 我們必須要了解 我們必須是在愛裡面 自己 我們剛才講了 自己可能會看錯 會做錯 會感到錯 但 有可能不了解別人 更有可能不了解自己 如果 缺少這種謙虛跟謙卑 談起戀愛很容易對不對 你年輕人談起戀愛是不是容易 在做很容易 但是會任家 會讓人家 但戀愛一談的時候 你就忘了你自己 會狂愛 會亂掉的 在這裡 我在工作這裡 我就想到一個故事 一對情人 一對情人 就他們 這個女朋友 騎著 他接著 他接著 直到海中的時候 男人會說 阿嬌 你看海多親 阿嬌 阿嬌 看海 我跟她很親 那女兒跟她說 我的愛就像海那麼深 你說阿嬌 你看海多看 阿嬌 你看海多看 我對你的愛 跟海一樣 那你看 看阿嬌聽到怎樣 會忘了 對不對 阿嬌 阿嬌 會跟我說 我的愛 跟海那裡看 他就感動到 阿嬌 阿嬌 你看 天 那裡看 我會 親像天那裡看 阿嬌 那個阿嬌 摸在那裡 是人間 在那裡忘了 沒多久 你知道嗎 那一段觸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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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七船 就開始要走 結果那女兒 跳到七船 馬上 跳下去 跳下去 就躲了 結果阿嬌 又摸在那裡 人間 你看 海多深 我愛 就親像海 這樣摸在那裡 大家都 七船 之後 跟他一獨獨一個人在那裡 好在裡面 輪姬 輪姬是最患的 為了整個安全 他起來的時候 奇怪 還有一個人在那邊 跟他說 欸小姐 很危險 我們怎麼走啊 不然他就打一個 給粉 然後就這樣 就收收收到 海警 海警 那女兒 也是疼 就躲在那裡 躲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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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躲在那裡 看到 旁邊那個女兒 不是阿嬌 是摸摸一個人 他就覺得奇怪 剛才沒多久 他就告訴我 你看海多親 我的愛 就如海一樣的深 所以戀愛 你如果不在智慧的裡面 知識的裡面 你會模糊 有時候想不開 你不愛我就怎麼樣 我跳樓自殺 是不是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 盲目的愛 我們必須在心清楚思維 情感裡去看見 愛必須要在智慧的裡面 智慧的裡面 智慧的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很清楚明白 那今天 所以呢 我們常常講 現在不做 我們是用看見不做 你不愛我 我給你講 我死給你看 是不是很年輕的人都是這樣 你不愛我 我去跳樓給你看 所以很可怕的結論 所以不要說不清楚特殊性 因為這種特殊性 就是一種模糊跟矛盾的狀態 矛盾的狀態 我們今天我們看見 感情思考 它是一個獨斷 說不清楚特殊的矛盾 所以它沒有空間 它不會給你空間 因為它是一個矛盾的 一直黏著你 它不會給你一個空間 所以它不敢展開眼睛去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一旦發生事情 它糾纏在那裡 一個糾纏 絕對不會去更冷靜去思考 為什麼會這樣 它糾纏 弄不清楚 這個是一個情感的思考 所以人生觀 這樣單一而狹窄 就造型 這條路文章是 這麼一個狹窄 不是那麼寬闊 它不敢面對這些問題 保持現狀 今天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對我們早期支持的民進黨 我們早期支持的 以前讓我們高校的流氓政府 都一樣 都在情感裡面膠著 沒有空間 不讓我們回到這裡 我們談談說 台灣民政府 你看看 你回去之後 你也想跟他說 我今天去上課 台灣民政府現在是不錯 你笑的 我也想說你笑的 你們這些人都笑的 早期都笑 我們總會長有人說你笑的 結果總會長敢不笑 你看看人家怎麼漂亮 對不對 他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 我們了解 我們用地毀 我們用鬧來思考 絕對不是用感情來思考 我們絕對不是笑 別人笑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這種的了解 我們必須有這樣清楚的思維 看見到台灣整個遠景的時候 我們更能夠相信這條路是可以走的 我們更能夠走出我們自己的這個天地 用腦思考 台灣目前所面臨的主權問題 絕對不能用情感 情感會是狹窄的 會是糾纏的 會是不清楚的 會是矛盾的 情感 情感 我們必須要用鬧 用腦來去思考 所面臨的主權問題 到底台灣的主權問題 台灣與大日本帝國天皇的關係 有人知道嗎 一二三 我也走的 泡茶給我喝的 來 現在 日本 台灣與大日本帝國天皇的關係 是什麼關係 第二關 第二關 擁有地的關係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說你泡電視有記得大家 比較清了 擁有地的關係 台灣與大日本帝國的關係 台灣是誰的 你們都上過過了 高級班的幾首 不怪 第一次來的 知道這個關係嗎 第一次來的 知道這個 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嗎 知道齁 我相信 在這一件事上 藉著法理論述 讓我們知道 原來台灣是 大日本帝國修義天皇陛下 我們這就是民郎了解狀況了對不對 所以呢 目前台灣的現狀是什麼呢 目前台灣的現狀知道嗎 嗯 大聲一點 有沒有人說美俗美戰 美俗美戰的幾首 哎呦很聰明耶 你們真的是有希望了 台灣現在的現狀是 日俗美戰 今天台灣民政府 第一襲擊是什麼組織 這裡告訴我們 台灣民政府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是一季 我們一起念 來 萬公公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以及舊金山和平條約 對不起這個是多出來的 所以台灣澎湖主要的佔領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 美國軍事政府 怎麼念 USNG 你看過紅色牌子沒有 上面寫什麼 那是什麼 一定要記得 美國軍事政府的 簡稱 USNG 它協助成立 合法國際的組織 所以台灣的組織是 美國軍事政府 USNG 協助成立的 合法國際組織 它不是黨 對不對 它不是人民的組織 它是國際組織 也是合法治理 台灣制民政 這個民政組織 民政組織 它是不是台獨 它是不是台獨 主織 千萬記得 它不是台獨組織 不是台獨組織 不是台獨組織 也不是 為主張過台獨 美國怎麼樣 所以能夠主 那個能夠台獨嗎 它以前民進黨不是跟你們講 我們要獨立嗎 有可能嗎 為什麼知道 不可能 因為從認識的法理論述之後 我們才知道 原來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必須要很清楚的了解 所以台灣民政府 是台獨組織嗎 這邊一定要加深你對它這一件事情的認識 我們大聲怎麼說 不是台獨組織 也從未 不是台獨組織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主張過台獨 從來沒有主張過台獨 既然不是台獨組織 那DCG的主張是什麼 有人記得嗎 主張是什麼 今天早上我們有沒有談過 法理台灣唯一的路 它是屬於什麼 法理台灣是大聲來念 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台灣民政府的主張是什麼 有三點的主張 我們大家一起唸好不好 第一點 包含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 但促時 結束 第三 這就是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一定要記得 知道嗎 第一個台灣要遵守 我們必須是遵守國際法 這個國際法包含什麼 萬國公法 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必須是要去遵守的 這個必須是要去遵守的 而且呢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是拿槍桿跟他 用暴力來征服 或是武力來征服他 但我們必須要各種的方法 要驅除流亡政府 民主黨講我用筆桿就好了 不要用槍桿 用筆就好了啦 沒有錢 不使用保利 使這流亡政府結束在台灣 控國畢國政府 用法理論述就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 很簡單對不對 所以對中華民國這個殖民政權 推動他一切的事物 我們是不合作 我們完全不合作 也不配合 所以這個地區的主張是根據萬國公法 所以在1895年怎麼樣 日清馬關條約简稱 日清馬關條約简稱這個 所以說大清帝國跟大皇帝 將台灣以台灣周邊的列島和澎湖的群島 以下简稱台灣永遠怎麼樣 是因為日清馬關條約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才有永遠割讓給什麼 所擁有直到今天沒有改變 他不是永遠割讓給日本 給日本對不對 對嗎 啊 不對 不是給日本 乃是給日本帝國天皇所擁有 這一定要清楚 所以1945年的4月1號 由於天皇下那個招書正式 賦予台灣這個著名 有參政權 他給我們參政權 然後參戰權 完成國土轉變之國際法的程序 所以 配合 這個嚴峻首相以來 用童話論 來行內地的延長 之政治的工程 致使台灣在萬國工法之架構內 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之國土一部分 這個很清楚的交代 這個很清楚的交代了 所以你用情感就會模糊 你絕對回到法理的論述 說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到了1952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大東亞戰爭嘛 所以日本戰敗簽署了 舊金山合約 美國是戰爭者的征服 他戰爭的時候 征服的是美國 所以擁有台灣的佔領權 對不對 美國擁有台灣的佔領權 那流亡中國的知名政權 代替美軍佔領台灣 直到今天 日本被迫放棄什麼 管轄權 前首相 西田茂稱為 日本政府只是放棄台灣的主權 權利 因此日本天皇 仍然是台灣主權的所有權人 這邊首相曾經講過了嘛 日本政府只是放棄台灣的主權 日本天皇仍然是台灣 擁有這個主權的人 所以第七日主張 日本天皇還有台灣的主權 那台灣人要回歸日本同志嗎 是不是 要不要 台灣人先找回什麼 主權的所在 你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尊重主權才能夠自治建國 現在我們說 台灣國馬上建國可不可以 自治可不可以 現在可以嗎 不可以嗎 你先必須找回主權的所在 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才能夠到後來 到末了才會有這個結果 沒有定規天皇可以同時擁有幾個國家 像那個大英國 英國這個 大英國寫 它有五十四個 五十四個自主國家 來效忠女皇對不對 它就有五十四個 未來台灣在天皇的主權之下 它可以和日本平起平坐 成為正常的國家 也藉此也讓中國洗腦 教育快點離開台灣 快點離開台灣 快點離開台灣 所以這法理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為何DCG所提到的戰爭法 我們沒有聽說過 以前我們有沒有聽說過 戰爭法有聽說過的幾首 沒有 所以我們感謝我們的秘書長 他是一個戰爭法的專家 自從他發掘了這個發掘戰爭法 能夠解決台灣的問題 他就付出了更多的代價 到今天的危機 中國也開始說法理 他們現在開始在說法理台灣 為什麼 是因為台灣有一群人在說法理 美國開始了解法理戰爭法 所以現在你看 西拉蕊以前做的國務卿 是跟中國說 不要用威脅的口語 這個志願來威迫台灣 來處理台灣的事情 他都必須回到法理 必須回到國際法 要解決台灣 必須回到國際法 所以說得很清楚 所以在這裡 戰爭法到底是什麼 這邊一定要清楚 戰爭法到底是什麼 戰爭法共有四個約束 第一個約束 來我們請念 全部說明戰爭的事實 海牙第四公約要清楚 只有這五項而已 戰爭法 共有四個約束 第一個就是說 海牙第四公約 全部說明戰爭的事實 第二 日內瓦和平公約 第三 紅十字總會章程裡面 有關戰爭的部分 第四 美國陸軍總署 也佔首策的三千多條 第五 美國最高法院 有關戰爭部分的判例 已構成戰爭法 其中要加入 慣例法 慣例法 這就是戰爭法 所以我們當了解這個的時候 我們有基本對戰爭法的概念 對不對 我們就清楚了 我們必須要用心去了解 根據這樣的模式 我們就能夠了解何謂的戰爭法 我們是不是需要休息十分鐘去 要不要看有的人要去尿尿 我們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再回來繼續 好 各位台灣請客氣 走勒 下課休息十分鐘